你见过纯金棺材吗? 这不 在贵州遵义一个不起眼的土坑中 出土了一座千年古墓 打开一看 瞬间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棺果的钉子都是由纯金打造而成 更令人吃惊的是 它的内部同样也是纯金打造 此外里面的陪葬品更是丰富到让人难以置信 如此奢华的大手笔 就连见多识广的专家都是第一次见到 既然拥有如此多的陪葬品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可是令人疑惑的是 为何墓主人的墓葬会如此简陋 难道是为了掩人耳目 今天就由我带大家一探究竟 一起揭开这座纯金棺果神秘的面纱 朋友们了解这件事情的 可以将你知道的故事留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讨论 或者知道这座棺果里埋葬的是谁的朋友 也可以把自己的猜想留下 点个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每年的五月份 贵州省都会迎来大面积的降雨天气 其中贵州省尊义市 有一个叫做杨家湖的地方 每年一道雨季 连日不断地降雨 便会将很多的山脉和湖泊冲垮 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引发大面积的洪涝灾害 为此住在附近的居民们 总是担惊受怕 生怕一个不小心自己的家园 就被冲回了 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以及人员伤亡 彻底解决洪水的问题 贵州省尊义市的政府决定 将杨家湖改造成一个大水库 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 如果真要这么做 新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去水后很可能会导致周边的陆地相继被淹没 同时也会让周边的地下文物古迹遭到破坏 这样一来很容易得不偿失 听到这个消息 自然也有不少人表示担忧 毕竟自古以来 遵义便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驻扎地 西汉时期 这里就已经设置了郡县 而后到了大唐时期 这里又被改名为波州 没过多久 波州所领的罗蒙县 就改名为遵义县 之后这个名字一直延续至今 而说起遵义 我们每个人最熟悉的还是 那场抗战时期的遵义会议 那场会议不仅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革命 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因此也有许多人将这里叫做转折之城 作为有着如此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 当地有关部门自然也十分地重视 生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会将这里的一些古墓或文物破坏 因此早有规定 在动工开始前 首先要由文物部门进行勘探 在确保地下没有东西的时候 才能继续动工 于是贵州省的文物部门 在接到通知后 立马派出了一支考古队前往杨家湖勘探 毕竟在古代 这里既不是政治文化中心 更没有出现过什么王公贵族 可以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湖底 找到有价值的考古物件 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他们来这里也是例行公事 准备走个过场便收工 可是意外就偏偏发生在不经意间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 考古专家们在湖附近 也开始了他们的勘测工作 就在这时 一位考古人员在离湖岸不远的地方 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土壤 显然这里的土壤和其他地方不同 有人工填埋过的痕迹 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 立马意识到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赶紧将周边的队友喊来 准备一起发掘这片土壤 果然不出他所料 朝着那处土壤向下挖掘了一会儿 竟然出现了一座古墓 但是看到 接下来的景象后 他们知道自己 不过是空欢喜一场 这是为什么呢 面前的这个 的确是一座古墓 但是它是一座土坑墓 这个时候肯定有不少朋友 会发出疑问 这代表着什么呢 所谓的土坑墓 是古代常见的一种埋葬方式 而这样的丧葬方式也极为简单 通常人们会在地上挖一个坑 而后将棺材移放 最后再将土填进去 整个丧葬也就结束了 因此在这些考古专家们的认知里 也就只有普通的平民 才会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埋葬 毕竟在古代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将求是死如是生 意思也就是说 即使一个人死去 那么他也要像活着的时候那样 帝王以及王公贵族 自然也是同样的想法 所以在他们去世后 通常墓室也会按照生前那样布置 即使是一切从简 在墓室外也会使用砖石进行堆砌 除此之外 他们查阅相关的资料了解到 在整个宋代南方地区的长江上游 下游 以及湖广等地 这样的墓葬方式非常的常见 而且大部分时候 的确是供普通老百姓使用的 我们也都清楚 老百姓生前没权没事 去世后自然没有贵重物品 可以陪葬 即使有陪葬品 大多也都是些他们生前的生活用品 压根不可能会出现 古书典籍或者金银器具之类的东西 这样想来 这座古墓的考古价值的确不大 虽然失望之情易于言表 但是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既然来都来了 而且发现的还是一个古墓 也不能放任不管 还是需要按照流程继续进行抢救性的挖掘 经过一个月的挖掘 这座古墓的全貌也被完完全全清理了出来 眼前的这座古墓被黄土墙分成了两间墓室 通常来讲 只有合葬墓室才会有这样的构造 而且这里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夫妻的合葬墓 虽然古墓的占地面积很大 清理用了不少时间 不过也证实了他们最初的想法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 只有一些早已腐朽不堪的木头 以及破碎的瓶瓶罐罐 丝毫没有研究的价值 然而就在他们的耐心逐渐被消磨 已经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 事情竟然意外地发生了转机 在挖掘中的一天 刚刚吃过午饭的工作人员们 处在困意正浓之际 不过即使这样 他们依旧得继续完成手中的工作 在清理河道淤泥时 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块木板 让他感到惊讶的是 这块木板和之前的出现的木板不大一样 于是喊来了自己的同伴 同伴对此非常耐闷 不就是一块木板而已 何须大惊小怪 又不是发现了金子 可是在他们刚走过去后 便被一道耀眼的金光吸引了 一块长条状的木板上 竟然镶嵌着几根金光闪闪的东西 走进仔细一瞧 他们一眼便发现 上面的东西竟然是金子 这件事可不得了 在场的所有人纷纷猜测 为何木板上会有金子呢 看来此事非同小可 其中一位眼尖的工作人员 更是看出 他们发现的金子 就是用来固定棺果上的抓钉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用来封棺的钉子 此话一出 直接惊呆了众人 要知道这里是一座古墓 一个普通的抓钉 都是用金子制作而成 可见这位墓主人的身份 必定不一般 即使从事考古工作多年的人 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 众所周知 普通老百姓通常使用的抓钉 也就是同志的 即使是那些身份高贵的达官贵族 最多使用的也就是银钉 像这样的金钉 显然更是凤毛麟角 十分罕见 即使是中国的富豪海昏侯墓 也不曾见过这样的配置 他们再次断定 墓主人绝非常人 此时有不少人猜测到 难道埋葬在这里的墓主人 竟然比海昏侯 还要尊贵有钱 那么这座 看似平平无奇的古墓中 究竟埋藏着多少 不为人知的秘密 接下来的挖掘中 又会给考古专家们 道来怎样的惊喜 点点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讲 发现这个事情的 考古专家们 想到墓主人的身份 必定没那么简单 为了尽快揭开 事情的真相 不由地加快了手中的速度 就是这样一座 看似不起眼的古墓 随着挖掘工作的 不断深入 接连不断的惊喜 也随之而来 此时出土的文物 让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都欣喜若狂 一件接着一件 造型华美做工精良的陪葬品 陆续被找到 在一番简单的清理后 他们发现不仅有金银器 还有不少玉器 数量更是令人吃惊 光是金银器 就足足有四十多件 其中精致的有金瓶 金勺 金剑鞘的 银制的则是碗 竹台的 此外还有 雨之制作的杯子 令人眼花缭乱 其中里面一个六十多厘米宽的 流金双鱼银戏 更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精巧程度令人赞叹不已 根据这些出土的物件 以及上面雕刻的文士 考古专家们发现 其具备南宋石的特征 因此推断这座古墓 很可能是来自于南宋时期 但是墓主人究竟是谁 他们依旧是毫无头绪 不过古墓里发现如此多的陪葬物 让考古专家们认为 这座古墓的墓主人 不但是个有钱人 而且很可能是一位身份不低的官员 在接下来的挖掘中 他们又找到了很多特殊的陪葬品 古墓中竟然有大量的刀剑类的文物 此时这些东西的出现 再次为专家们提供了线索 因为在我国古代 统治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地位 严禁民间私藏任何武器 即使是平日里做饭所用的刀具 也必须采用实名制 像如今古墓中找到的这些刀剑 更是不可能出现在普通人的手里 即使到了现代 也同样如此 除了特殊人群外 普通人手中是不能私藏手枪或者枪支弹药的 死后可以用兵器作为陪葬品 那么现在也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墓主人 极可能是一位有着赫赫战功的将军 不过目前的一切不过都是推测罢了 事情的真相 必须要等找到证据才能下结论 为此考古专家们试图从古墓中寻找 是否有可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名文 或者是印章一类的东西 但是令所有人感到困惑的是 他们翻遍了墓中大大小小的角落 却始终无法找到 可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名文 此时揭开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也成了他们面临着的最大的难题 为了能够搞清楚墓主人的身份信息 考古人员正在努力地寻找线索 加速对土坑墓的发掘工作 可是始终一无所获 正当考古工作停滞不前时 一次意外地聊天 他们获得了一条新的线索 一位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 告诉考古工作人员 距离这座古墓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龙岩山 由于有着悠久的历史 上面也被搭建了不少的建筑 或许上面可以找到一些 与古墓相关的东西 至于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然只有考古专家们 亲自去实地勘测 才能了解其中的秘密 得知这个消息后 工作人员立马调转了研究的方向 直奔龙岩山 希望上面真的有他们想要的线索 考古人员很快来到了龙岩山山脚 在攀爬的过程中 发现深山中竟然有一条古城墙 看起来非常像那种 抵御敌军的军事筑地 不过当地的老百姓 可并不这样认为 据他们的说法 在很久之前 其实这里是一座城堡 而且他们的祖先曾告诉他们 这里曾居住着一位宋朝的皇子 可是一位皇子 为何要居住在这偏僻的荒山之中呢 当地的百姓 娓娓道来了这个故事 据说这位宋朝的皇子 在争夺王位的时候 没有成功 他的兄弟展开了掠杀 于是他便带着自己的家眷 以及兵马逃到了此地 而后为了继续生活 便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城堡 从此过着隐居的生活 在听到这样一段传奇历史后 考古专家们觉得 他们这些天一直苦苦寻找的答案 好像就近在眼前 虽说村民们说的都是他们听到的传说 但是大多时候 不会平白无故发生这样的传言 而且这还是他们祖祖辈辈流传下的说法 看来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 而且从之前出土的那些文物来看 似乎也都对得上 当时那些文物的出土时间 大多就是宋朝的宫廷用品 而当地百姓说的城堡主人 也恰巧是宋朝的皇子 更别说古墓的豪华也可以看出 墓主人一定是个拥有高贵身份的人 看来一切的答案即将浮出水面了 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们找到了答案 令人意外的是 当他们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后发现 在宋代 从未有过皇子来到贵州这片土地 于是他们之前所有的猜想 一刻间全部被推翻了 不过没多久后 事情再次出现了转机 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当地有一些人告诉他们 当时见这座城堡的人 是一位波州吐司 名字叫做杨文 吐司在以前其实是统领的意思 在得知这个新的线索后 考古专家们再次翻开了史书 终于这次他们找到了相关的记载 史书上记载着 在历史上 这里又被人们叫做是海龙屯 宋朝时期 时常会有蒙古军前来进犯 为了抵御这些人 杨文便在这里修建了一处军事要地 也就是当地人称作城堡的地方 结合之前搜集到的线索 能够在这块土地贫瘠之处 拥有如此多的陪葬品 墓中还有很多武器 之前就断定 墓主人应该是一位武将 此事杨文也正是符合这所有的一切 由此可见 杨文应该就是这座古墓的主人 那么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 没多久这个看似合理的推论 再一次被推翻 原来早在上世纪70年代 人们就已经找到了杨文的墓 强有力的证据 再一次否定了先前的推测 那么既然这座古墓的主人不是杨文 又会是谁呢 目前暂时没有其他的发现 因此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史书 可是在宋朝 在此处做官的人屈指可数 要说最符合这些条件的 那便是波州的杨氏家族 刚刚我们提到的杨文 便也是这杨氏家族的一员 这个家族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久远的 早在唐朝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波州的吐司 当时朝廷为了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 通常会在那些边缘地区驻扎重兵 而这些兵马就是由吐司来管理 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 正是因为有了杨氏家族的守护 波州一带才能安稳久居 不过杨氏家族这长达700多年的统治时间 一共有27代 那么如此多的吐司中 究竟谁才是古墓的真正主人呢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注意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杨家 是杨氏家族的一员 同样也是这里的吐司 虽然这个职位拥有足够的地位 以及自己的军队 但是杨家却始终对朝廷十分忠诚 据史书记载 宋朝的边境地区时常动荡不安 公元1235年 一支蒙古的铁骑一路南下 进犯南宋 而后南宋军队不敌 被打得节节败退 并一路被逼退到了甘肃境内 在即将全军覆没时 杨家亲自率军前往支援 将被围困的宋军解救 正是杨家这次自发的行为 当时已经面临水深火热的南宋 才能得到喘息的机会 而且据说当年为了打退 善于骑射的蒙古军队 杨家在军中立下了很多军规 此外还表示 士兵们一旦上场作战 只能选择战死沙场 不能被捕或做俘虏或是投降 否则会按军阀处置 正是这些铁一般的纪律 使得蒙古军也毫无办法攻打他们 最后在杨家的带领下 蒙古军队被逼得只能逃回了草原 在之后的数年时间里 杨家一直守护着这片区域 也让蒙古军再无可趁之机 南宋皇帝在得知此事后 多次下令嘉奖杨家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同时也成为了杨氏家族中 比较有名望的吐司之一 杨家去世后 更是被封为威灵英列侯 饱受后人的尊敬 那么这座古墓的主人会是杨家吗 考古可不是单单靠想象 而是需要有证据做支撑 于是他们再次对找到的陪葬品 进行了一番检查 终于在一个精美的银竹台下 发现了刻着墓主人身份的重要线索 虽然经过时间的洗礼 竹台下的自己已经变得模糊 可是依旧能大致看出上面写着 以卯田都统司公用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据记载 杨家所处的年代正是以卯年 也就是说此墓的主人的确就是杨家 虽说古墓的主人已经找到 可是此时人们不免充满了疑问 据说杨家吐司备受重视家境殷实 更何况杨家还是如此有名望的一位吐司 为何他在死后会用土坑墓 难道是为了掩人耳目 或者可能是杨家为人不愿铺张浪费 可是从刚开始的金抓钉 到之后发现的众多陪葬品来看 应该也不是这样的原因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终于在挖掘工作进入尾声时 他们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经过一番化验后 他们才知道杨家墓中看到的墓头 竟是名贵的金丝楠木 此外他们发现杨家墓并不是土坑墓 而是用金丝楠木搭建的墓制墓穴 不过在南宋 这样的墓葬方式并不常见 只有在战国秦代才比较流行 而且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能使用 不过在汉代以后 这种墓葬就被渐渐废弃了 那么杨家的墓中为何会采用这种 已经基本不流行了的墓葬方式呢 为了可以造福后代 杨家自认为选了一块风水宝地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地方时不时就会受到湖水的侵蚀 此时在珍贵的金丝楠木也难以抵挡流水的渗透 而这座千年不符的棺谷也就这样造成了坍塌 形成了考古专家们看到的土坑墓 如今文物可以重回大众视野 都要感谢那些辛苦工作的考古人员 让我们一起为考古人员点个赞吧 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 此外你对这座古墓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知道哪些关于杨家的故事 通通可以分享给我 喜欢的朋友记得长按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